今天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概念里边 第36组了 它叫覆盖 盖 然后呢 盖不难 盖和斧不难 难的是折 所以我们今天先把简单的讲掉 盖和斧 覆盖覆盖 简单的很 你脑中想到第一个词 我相信都应该知道哪 肯定是cover 如果你单词还可以的话 覆盖cover 好了 我们今天减两个词根 两个词根 第一个呢 stack的看起来有点眼熟没有 他们都是覆盖盖 第二词是gar 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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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car 哎呀 这个歌课 这个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不多讲了 好吧 不多讲了 所以呢 它第一叫盖 叫覆盖 第二盖上是干什么呢 最主要的那些 第一啊 不让别人看见 第二实际上有保护的含义 记住保护的含义 所以这两个呢 比较像 我们来看一下啊 涉及到的单词不多 二十个 所以我们这些课会比较快 比较迅速 你要你要下去要记啊 这个真的要死记应备了 TCT啊 GR cover 当然了 这些东西说死记应备 就是让你留心一点 你在背单词 看单词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他们 能看到他们 你每看一个单词 他们就在里边 你看一个单词 他就在里边 对吧 所以不用特意去背 好 从第一开始啊 这个tact 我说有点眼熟眼熟啊 上我们是这样说过啊 我原来说过 说在古代啊 男更女之 女之 女人做的活叫text 叫编 编造编织 男人呢 tech technology 各种各样的 这个手工活 技术活 technique technology 男人来干 还其中我们忘说了一点啊 其实这个真的是近亲啊 那么男人会的technology里边呢 有一项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盖房子 就像现在结婚 男方要出房子一样 老在古代也一样 男人要会盖房子啊 所以这个tct啊 跟他们算是近亲 意思上算是近亲 让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tact tct 能生出什么来 detect 念错念成tile tile 他就是盖房子的时候 盖在 因为古代你记得吧 盖房子就是盖个顶 我们到时候会讲到啊 他不是真的说里边装修 不可能啊 就是搭个棚子 你知道吗呢 盖在房顶上的那个东西啊 就是tile 就是瓦片 就是瓷砖 第一个啊 第二个 当你去念这个tect的时候啊 这个t念成de的时候 你就会有新的发现 tect 念成了tect tect是啥东西呢 他也是啊 他是铺啊 盖在车船上面的保护层 是啥呢 就是我们的船的甲板 车的这个地板 觉得这样呢 就是这个啊 然后呢 他可以做什么呢 抽象含义 就是什么平台啊 什么什么平台 或者车船的地级层 层啊 当然他最主要意思还是甲板 大家看啊 铺的就跟那个房顶一样 铺的细细的 好 我们来看正经八百词有哪些 第一个 detect 第一 分离毁消散 记者啊 远离拿开 有一件事情 有一个谜案 有一个谜团 有个秘密 这么多年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被盖住了 真相被掩盖了 我来了以后 给他第一把盖子 给他拿走 拿走盖在上面的迷雾 我就detect 我就探测 啊 调查我这件事情 啊 detect 那么探测完了以后 你可能就能发现真相 察觉真相 就叫detect detect 实际上他跟我们说的发现 其实很像的啊 你原来背过的 拿走盖子 不就是discover吗 this 拿走 拿开分离 cover盖子 拿开盖子 dis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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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种 再牛一点形式 就是detect 啊 detect 好 再来了啊 那么所以 呦 这个音标没有改过来 请忽略啊 sorry detective 啊 加ive 本来是形容词 所以形容词 第一个就是这个 侦探的侦测 你不用管啊 第二个 他可以做名词 我们说过的啊 detective 叫谁啊 叫大侦探 福尔摩斯叫什么 detective 你会学会叫人家啊 叫detective 好 第二 简单了啊 叫protect protect pro前提前 啊 风雨要来了 危险要来了 我提前啊 盖上保护着你啊 这个真的不错 他真的就是 你保护别人 肯定要提前嘛 然后保护你 不可能 坏人 比如我好朋友老王 对吧 我老王 换什么老王 捅两刀 我才去保护他 要提前 所以protect 的保护 那protector呢 可以是保护人 也是装置 这个呢 根据语境啊 这个不存在 protect 你形成 我提前盖上 提前盖上 对吧 风雨要来了 我提前给你 提前给你盖上衣服啊 盖上大衣啊 这些都叫protect 所以呢 protection 名词保护 同时我们生活当中的保护 还可以一点叫保险 就是我们说的insurance insurance insurance的share 是确保啊 确保 好 那么再来看了啊 那么protection 还有一层抽奖 就是在贸易当中 保护自己国家的产品啊 最近闹得比较凶 对不对 你看就是在贸易当中 雷起一个墙来啊 别人都不许进啊 别人的进来 别人获进来 加关税啊 只只要卖自己国家的 protectionism 我们说过了啊 ISM 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制度 都是他 好 第一个tact 人比较少 我们来看比较精彩的 或者比较难一点的 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盖 保护啊 他的原型是guard 这个歌歌不分 我们说了啊 那读不清 你就原谅他啊 别理他啊 歌读成这个guard 读成cover 无所谓了 你记住盖盖盖啊 原谅他 好 我们来看一下cover cover你背的意思啊 你记得啊 把它的根一记住 大树根一定要记住 盖覆盖保护就行了 啊 就是盖 哪怕你说保护 我不想背 可以可以 盖 就是盖啊 好 你再看剩下 他生出来的这些东西啊 你说呀 那你还 老师我 我还用不用背着保险 足够支付 走过距离 代替新闻报道 基本不用啊 基本 我是认为基本不用 你能够就是看到这个意思 能反应过来就行了 你看他主语 宾语 你只能这样翻译 你只能把这个盖啊 在这这样翻译 比如说保险 保险是吗 保险是对你的一种保护 足够支付 说我的钱能不能cover掉我这个月的花销呢 我的收入可以cover我的花销 就是能盖住 包得住啊 对吧 咱上过学的人说足够支付 没上过学的人就讲 哎呦 你这个包得住吧 你这个月你包得住吧 就这意思啊 好 第二说 我的脚步 我的walk 我的里程 cover了一公里 什么呢 就是我那微信散步 我走过了一公里 覆盖过了一公里 就我站的地方 就是一公里 我来cover你的班 对吧 你是夜班 你累了 不想上 你生病 我cover你的班 什么呢 我盖吗 你走吧 这个地方有我撑着 这个工作我来扛 你走你走 我替你cover住 我代替掉的 最后一个稍微抽象一点 大家要注意啊 咱们考试老爱考这个 因为咱们考试啊 我说的考研啊 这个真体老从这个报纸来 新闻报道里边的cover啊 就是报道啊 就是报道 就是它的media cover了地方 就是新闻 有没有报道到这个地区 有没有报道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coverage 啊 有的是除了上面这些东西啊 特指新闻报道啊 media coverage 就是媒体啊 媒体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点啊 不要比如说光关注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沿海地区 发达发达地区 每天发生的事情 你光cover你盖住了 你偏远山区啊 对吧 老百姓还没有脱贫呢 你能不能cover一下呢 能不能这里往盖一盖 你能把你的这个 你的力量能不能用到这边来 所以媒体啊 新闻报道 刚才就说了discover了啊 discover 说detect就说过了啊 那他在cover这组里边又出现 no discover 盖子拿开 啥意思啊 发现 发掘 找到discover discover 就是发现者 那像哥伦布一样啊 新的发现者 发现的那个人 啊 好了 那么剩下这个discovery啊 本来不好讲 但是因为自从大家都知道 这个发现频道之后 特别好讲啊 好多同学不用讲都知道 不知道discover都知道discovery啊 发现频道 揭开盖子频道 揭盖频道 这是 这好像听起来标图啊 揭盖频道 好 下面一个啊 garment gar就是盖 ment 名词 不要管它 你一看语境就知道 哦 人盖在身上 什么东西啊 garment 人盖在身上能干什么 能盖什么 不是盖被子啊 衣服啊 衣服啊 我就害怕你说 你说 哎 这就是衣服啊 而且恰恰是衣服的总称 它不是一件两件啊 它指的是生产销售领域的 衣服的总称 所以它一出来是这个 大的啊 很大的一个概念啊 好 那我再问了 下面一个单词给我念 叫garnish garnish 动词啊 动词啊 刚才我们说garment 是衣服啊 记得啊 是顺这条线下来的啊 衣服除了 保暖之外 更重要的功能是啥 对了 对了 garnish 装饰啊 咱穿衣服 现在已经过了那种 要保暖的那个 那个那个face 那个阶段了 对不对 咱现在穿衣服 都要为了穿的漂亮 要穿名牌 要穿这个 要穿那个 装饰 所以garnish 装饰 装饰物 啊 很好理解 好 难点在这儿啊 难点在这儿 先给我读这个啊 叫guarantee guarantee 啊 这个nt啊 它在一起啊 它是一个法律名词 啊 法律上的名词 但是我们学过这个意义 你知道啊 这个意义出来 重音 首先要落在意义上 啊 这点OK吧 OK打个1 我们先打个1 我们要检测一下网络 就是E employee trainee invitee 对吧 不管什么名词 不管他表示小啊 还是人啊 还是被动啊 重音先要落在这儿 叫guarantee 所以它这个法律书 它最早呢 就是一个法律上讲的 就是用来保证的 这个担保物 你要借钱 对不对 你在银行 就把你的房子 作为guarantee 这保证人银行不亏嘛 对不对 叫guarantee 所以最后面呢 名词动用 就有了一些东西了 确保啊 保证啊 担保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 实际上它看起来 更有点像一个 高大上的insure 保证 确保 我保你不亏 你放心啊 我把房子放到这儿 你放心啊 你将这个退款政策 money back 百分之百 guarantee 我将你保证 没有问题 所以最后还有保修 或者保修单 你家里那个保修单 叫guarantee 这是一种保证 啊 好 那么剩下呢 由于它名词动用了 它太抽象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现在真的要说 这个单保物的时候 我们就再给它来一个名词 把这个意义不太好理解 换成why 叫guarantee guarantee 没有意义了 重音挪回到前面去 叫guarantee guarantee 这个正儿把你叫单保物 单保啊 但是意思呢 也差不多 就是保保护 保你不亏 就这意思 好 再来看 下面大家从小都学 那个guarantee guarantee guarantee呢 我们这里插一下啊 就这个 这个排列 就让它跟着G12 本来它后面 跟另外一个单词 就让它跟着的吧 它就是我们 我们回到它 它就是盖房子 那个guarantee 为啥它叫车库修车厂呢 因为这个我说了啊 这个guarantee 就是早期盖的那房子 早期大家记住 盖的房子就是棚子 所以棚子盖出来 等于是shelter 就是一个遮风挡雨 有个屋顶就行了 所以它的精美程度 肯定不如人住的房子 所以一般用来放车 大家看到了没有 一般用来放车 叫garage 是盖 古代的比较老的盖的烂棚子 放车就行了 人别住在garage里面 人住在garage里面 怪丢人的啊 好 再往下看了啊 好 我们终于今天讨另外一个 重要的音变 格林定律 音又变了啊 变去吧 怎么变怎么变 叫格窝不分 格窝不分 格窝不分的罪魁祸首 请往右边看 就是古代的g 是gu gu后面 格加乌 大家看到乌 就是那个汉语拼音 我格加乌和在一起 格窝窝 出来了这个声音 w这个声音 什么来的 原来我们讲过啊 我们在讲word里边 就是这个word是谁啊 word也是保护卫兵 还记得吧 他就是guard gu等于w 还记得打个1 还记得打1就是gw 两个格窝不分是咋回事 哎呀 那是有渊源的啊 是格窝一拼 G后面有个u造成的 好 那么这首歌能转成我 那么这个保护就出来了啊 这个保护的意思又出来了 我们原来被的worn worn警告是什么 大家记得啊 警告你虽然听起来不太好听 但是对你是一种保护 大家要理解 咱们中国人老就 早早就有这老话 叫中言逆耳 那是在保护你 比如你到河边 你去玩 人家人家老人在外面 哎 别去那啊 你去那儿掉下去了 那是在干什么 听起来口气不好 对吧 是在帮助你啊 是在保护你 别下去了啊 那边有个警啊 不要过去 听起来不好听 忠言逆耳 利于行 啊 就像我跟考研同学 我经常worn他们 我说七月底 你玩不成单词第一轮 我说你今天这考试就危险 我说听起来 我这话挺难听 我真的是为你好啊 好 下面这个gar变成war 啊 一样的 gar变成war 所以这个warrant 什么东西啊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意思 更加复杂的guarantee 就是以后你见到warrant 他就是guarantee 就是就是guarantee 啊 warrant guarant 一回事 记住先打个一 同志们 记住先打个一 就是以后不要害怕 这俩单词长得其实也像 你把那个g改成w 其实就是一回事 你发现了没有 他俩就一个单词 就是guarantee 所以warrant 第一层含义 你看我改都没改 保证确保担保 那他有一些其他含义 我说了 他是升级版 意思多一点 这个warrant 啊这个warrant 啥东西呢 第一 由他的确保 会生出来这样一个含义啊 什么叫确保 就是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保证 有这个东西 啊 我要确保 我有这个东西 本来他意思叫单保物嘛 大家还记得吧 好了 那所以由确保 warrant生出来的动词 的第一含义 warrant叫 是必须 等于necessary 正当 必须要有 好 完成看了 给他一个例句 帮你 这时候很少我们有例句 来帮你理解一下 叫further investigation 说进一步的调查 is clearly warranted 啊 什么意思啊 这时候叫翻译了 啊 其然他本来你从确保 也是对的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确保 下一步 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这种你翻译的时候 可以说 哎呀 我们必须要再进行 下一步的调查 进一步的调查 warrant 他理解了啊 实际上他是 确保的另外一种 翻译 好 第二 正因为他有 使必须 使正当 让这件事 该做这件事 叫正当 所以警察本来搜家 过来送的家 那叫私闯民宅 是不应该的 但是如果出于 法律的考虑 的话呢 我让这件事情 变得正当起来 你手里就要这张纸 这张纸就叫warrant 所以它叫收查令 收查令 大家看到了没有 我都不会说中文了 搜 搜查令 I'm so sorry 好warrant 搜查令 让这件事情 变得正当 本来私闯民宅 是不正当的事情 理解了吗 理解 打个一 同志们 OK 好 那么往下看 好 往下看了 那么warrant 你就不用管了 warrant的就是guarantee guarantee 担保保证 保修 行了 那这个warranty 再加个y 你也不用管了 转成名词了 就是担保保证 又是保修 无聊的很 你说你记着单词 多累 你看这个图标的意思 two year warranty 知道了 知道了 就是two year guarantee two year guarantee 知道了 我哥 这我记住 g等于w OK了 好 下面神秘的单词来了 这个单词啊 叫overt 你别到时候一看 o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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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我念啊 叫overt overt这个单词 这个ver啥 我们切开看啊 这个单词讨厌的很 这个overt 这个v是谁啊 v是我们读错 不是我们 是他们老祖宗读错的 就是我v不分 啊 所以这个vr的这个ver 就是war啊 就是war 就是我们的概 啊概啊 好 那么这个单词的一个o是谁 它是appo 我们学过的appo 远离 apology apology 还记同学打个1 谁打1 我要表扬你啊 如果你还能记得 前缀里边这个非常罕见的apo appo appo apology 远地点 apology 那个道歉 说开 远离 这个opo的这个po大家看啊 这个p啊 实际上转成了里边的v 因为pv不分 老外 vpv分不清 纯齿音都搞不清 所以overt 就是把盖子拿远 所以overt的意思啊 大家看到把盖子拿开 所以它叫明显的公开的 所以呢 英文给他的解释叫open 公开的 and not hidden 不会藏起来的 对吧 对了 好了啊 好 那么你有overt 我们再来 那他反译词是谁呢 反译词叫把这个o去掉就行了 因为他是o远离 然后给他回来啊 那就是word 就是cover嘛 没说的cover 所以我们刚好再多学一个单词 叫covered covered 它叫隐秘的 盖起来的 你看这里叫not open secret 这个叫open observable 看得见的 看到了没有 这俩刚好有一对反译词 overed covered 一个是揭开盖子 一个是盖起来 看到打个一同志们 所以现在只有啊 一个很特殊的单词 怕你认不出来 怕你认成over去了 他叫overt 实际上属于cover这边 cover的我倒不抽啊 cover你能认不出来 cover是盖住 盖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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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啊 再来看 好 那么over的既然是公开公布 那么overt加了一个名词 就是公开的这个 揭开盖子 公开的这个过程 好了啊 他现在特质 请你理解一下 等我慢慢把盖子揭开 比如这首曲目 就要演给大家了啊 我把盖子慢慢揭开 大木拉齐 哎 大木拉齐叫序目 哦 一下公开了 终于看见了 叫overture overture ok了啊 ok了 好了 同志们 我们20个单词 竟然讲了18分钟 有点慢啊 有点慢 再次道歉 但是你记得 今天一定要复习 好吧 今天一定要复习 这个是非常有规律的一个词组 其实每个词组都有规律 一定要复习 下课 下课 大家辛苦了 好啊 下节课再见啊 下课 下课